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汽车窗帘的安装方法 首先拿一条毛巾把我们的窗框擦拾干净 多擦几遍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轨道 轨道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合金轨道 一个是塑料轨道 合金轨道是安装在上窗框 塑料轨道是装下框 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的下窗框的塑料轨道 我们要注意的是 轨道上面的圆孔是靠近我们车门的边缘 就是靠这个位置 失去背胶 然后涂上我们的3M猪粘剂 涂一点点的一点点 涂太多 涂太多反而会影响我们的效果 然后涂好之后 我们贴在我们的窗框上面 找着位置贴上去 一步到位不能养次粘贴 贴完之后用力把里面的泡泡挤压出来 多挤压几遍 挤压个两三分钟有的 因为我们SULAM的胶式时间越长 粘性越好就噎得越牢 下窗框呢就这样安装了 然后我们来安装一下上窗框 同样找好圆孔的位置 然后比对一下窗框的尺寸 然后沿着那个轨道按一下 使得轨道的弧度跟我们窗框的弧度一样 一定要按压到位哦 然后我们继续撕去背胶 涂上我们的SULAM猪粘剂 只要涂一点点 基本上一个刷子刷一刷一刷 一两刷都能刷一整条呢哦 然后贴上我们的轨道 用力按压几分钟 又要用力按个几分钟 都要把里面的泡泡挤出来 这样粘性是最大的 粘得最牢 然后时间越长 又延过 好 大 然后把里面的堵头给撕下来 好上窗框基本就这样安装完毕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多粘几分钟 要用很大的镜 然后我们现在是拍摄原因时间直接挂窗帘了 一般我们是建议隔两小时 或者二十四小时以后等属于M胶固化以后再挂窗帘 窗帘我们松紧带在前头 前窗在前头后窗在后头 然后滑住沿着我们的圆孔一个一个滑路 然后再挂窗帘 就是说里面的圆孔 就是一样的圆孔 你很轻轻的圆孔 好,我們上軌道 创连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再把创连下面的滑住 一个个滑到下轨道的凹槽里面 好下轨道我们也安装好了 窗帘粘好之后 然后我们配件袋里面的堵头 堵刀有会多配几个 一般用到两个 把最后一个滑珠移到我们圆孔的右侧 然后塞进堵头 这样就不会往前滑动 下面也是 下面也是把堵头滑到我们的右侧 把那个堵头堵起来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的那个绑带的固定卡扣 把它背胶链纸撕下来 拿出我们绑轨道的固定带 涂一点数量 我们的注定器一点点 录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贴在我们的窗框固定的位置 多按几分钟 这样我们的背 所以M的槽够粘固 够牢固 然后就绑带 穿过去 然后平时用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想把窗面收起来 就把它拉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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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